哇 今天的這部影片呢 會充滿了火藥味啊各位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之前評測了MacBook Pro的時候 我在置頂留言的地方留下來一句話 期待一台可以對打的Windows筆電 結果沒想到今天Intel就寄來這一台 性能超扯的電競筆電 Intel i9 12900HK 加上RTX 3080Ti的筆電 這規格這是筆電嗎 我覺得真的是不留活路火力全開 一來就來了一台最猛 那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筆電開箱 就是一台比你桌機還猛的筆電 MSI GE76 Raider 那今天這部影片也是我們頻道首次跟Intel的合作影片 沒錯各位我們又多了一個合作夥伴了 而且是Intel 真的是滿讓人期待和興奮的 那此外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今天影片會有一種 精英虐菜的感覺 因為我目前手上那台MacBook Pro 是只有M1 Pro的版本而已 是最基礎的八核心的版本 但我也沒辦法 除非蘋果借了一台M1 Ultra 那我可能還會再拍一部影片開箱 評測 但是在這之前呢 我們就趕快來虐菜吧 那首先筆電最重要的部位 心臟的部位 CPU的部分 這台採取的CPU是Intel新的第12代混合架構CPU Older Lake HCPU i9-12900HK 那具備14顆核心以及20個執行序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次的核心的部分 更是細分為6顆的Performance Code 效能核心簡稱P-Core 以及8顆的Efficient-Core 效率核心簡稱E-Core 那由P-Core負責高功耗高強度且複雜的運算工作 像是你在打遊戲啊或者是剪接影片 而E-Core則是因為有針對了功耗比進行了優化 那主要會負責處理一些強度比較低 但重複性高的工作 或者處理一些需要在背景執行的工作 用E-Core來分散掉這一些窩漏 進而達到優化能耗比的效果 欸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蘋果在發表M1 Max的時候 曾經使用過這張圖 那Intel在發表我現在手上這顆CPU的時候 更是直接使用對方的法術反打了回去 直接用了這張圖來回領了蘋果 You dare use my own spells against me 那接著我們就來直接進行跑分吧 直接來看一下這顆CPU的效果 到底有多驚人 那我們首先先來跑Cinebench R23 那跑出來的成績是多核17067分 單核1859分 這個分數真的是超誇張的 直接還放掉我手上的MacBook Pro 欸不知道這個分數有沒有比你的桌機還高 至少只有比我的桌機還高啦 那此外我也很好奇說 它不插電的表現到底是如何 所以我也額外測試了一組不插電的分數 那可以很明顯看到說 未插電的多核表現真的是掉了不少 但是這個分數還是碾壓蘋果的啊 那為了更貼近生活一點 我也跑了一組模擬消費者 一般使用情境的跑分軟體 Crossmark 那這款跑分軟體會模擬一般的日常使用狀況 像是文檔編輯啊 網頁瀏覽 照片編輯和影片編輯等等 那可以看到說分數上也是碾壓的 真的是全面碾壓超級扯 那講完了CPU的部分 接著我們就來到了顯示卡的部分 這款筆電使用的是 GeForce RTX 3080 Ti 沒錯 你沒有聽錯 RTX 3080 Ti的筆電 筆電放入這RTX 3080 Ti 真的是非常的喪心病狂耶 不過筆電的顯示卡有點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它的供電瓦數 因為筆電是移動端 有時候雖然說名稱都是3080 Ti 但是每一款筆電廠商設定給顯卡的供電瓦數都不太一樣 通常都會需要查一下 以防你買到的筆電的顯示卡 其實是瓦數比較低的版本 不過這一台我上了MSI的官網 再加上自己用Furmark進行燒機測試 確定說這一台的瓦數是可以高達175W的3080 Ti啊 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而且這次筆電的螢幕部分 MSI提供了三個螢幕規格 都是IPS的螢幕 我手上拿到這一台是4K加上120Hz的組合 我自己也是覺得非常適合創作者來做使用 那實測的幾款遊戲我直接全部都開4K 然後畫質特效能開的東西我全部都把它打開 然後都開到最高 雖然說沒有跑到遊戲允許的最高幀數 不過考量到這是一款4K的螢幕 而且是特效全開 重點是各位不要忘了它是筆電 這真的是已經非常誇張的數字了 那實際遊玩過程中我自己是沒有感覺到任何的卡頓 那我覺得拿這台電腦這台筆電來打電動 真的是非常的舒爽 十分的紓壓愉快 那如果對於設計遊戲有更高的FPS的需求的話 你也可以稍微降低一點特效或者是調整你的解析度 幀數應該就是跑好跑滿符合你的要求了 那不過有一點要比較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 因為我都是拉到4K然後特效全開在玩 所以風扇沒有在跟我客氣 完全就是巨龍般的吐息聲 整體的音量基本上是不低的 那建議你遊玩的時候還是要佩戴著耳機會比較好一點 那遊戲打完了 接著我們就要來做一些生產力的工作 我們就來看看剪輯影片 匯出時的匯出速度是如何 那我這邊使用的是Premiere Pro 那測試的影片是我之前S22 Ultra的評測心得影片 那整體的片長會高達23分鐘 那裡面會包含了4K的素材 以及Full HD的兩種影片素材交互使用 那也會有一些特效像是遮罩啊 Crop啊或者是各種專長 那輸出的格式我是使用預設的 High Quality 1080p 然後把User Maximum Render Quality 還有Render at Maximum Depth都打開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我之前那台MacBook 會需要35分22秒才完成輸出 而這一台只需要15分34秒 真正快來快一倍 比那部片長23分鐘都還要短 真的超級扯 但最扯的還不止於此 這個15分鐘的成績是 獨立顯卡模式下的輸出成績 但MSi其實是有提供了獨立顯卡模式 還有MS Hybrid顯示模式 在MS Hybrid的顯示模式之下 會同時調動內顯和讀顯 那Premiere Pro又有支援了 Intel Quick Sync的功能 可以藉由Intel的內顯來幫助讀顯加快輸出 所以我又再把這台筆電 調整成了MS Hybrid顯示模式 用這個混合內顯的模式再測了一次 結果速度更是提升了不少 只需要12分23秒就輸出完成 真的超扯 那不過這時候的我 因為它是筆電嘛 我真的也很好奇說 它拔掉電源之後的效能表現是如何 所以我又再測試了一次這個輸出的時間 採取了也是剛剛輸出比較快的混合內顯的模式 那這邊為了避免說 RTX 3080太把電都吃光 所以我設定的筆電電源計畫 是採取的是平衡的模式 然後MSi Center的部分還是選擇了極致效能 那整體的輸出時間如預期的 還是比MacBook Pro快上了不少 24分10秒 不過這邊有一點要特別提醒的就是 電量的消耗其實真的是蠻快速的 所以我覺得這台筆電最佳的狀況 還是讓它插著電 然後用全速來運轉是最好的情況 那此外雖然說輸出時間抹虐 但是我必須還要再說一點就是 它在剪輯的時候呢 在你加上一點小特效的時候 偶爾真的非常的偶爾會遇到一點點小卡頓 那這部分雖然說蠻少的 但是我總覺得它的回放表現應該要更好 畢竟它的硬體已經這麼的頂天了 那就是有點小可惜 那就希望說Adobe之後的支援性可以更好 那不過有一點我覺得這一次 Intel CPU做得很好的部分就是 P-Core和E-Core的調度 那CPU會藉由Thread Director 進行P-Core和E-Core的分配 那把一些正在操作的程式 由P-Core來進行處理 那背景的程式就會丟給E-Core去處理 那以創作者角度的例子來舉例的話呢 就是我很常在轉檔的時候 需要去製作預覽圖 那以往Premiere在轉檔的時候 都會直接把顯卡吃好吃滿 導致我打開Photoshop的時候都會非常卡頓 但在這個新的架構底下呢 他還把Premiere的轉檔工作交給E-Core 把正在製作預覽圖的Photoshop 也就是我使用者體驗的那一個程式 交給P-Core 那這樣就會給你使用者最良好的體驗 就比較不會卡頓這樣子 好然後接著再來聊一下IO的部分 基本上孔位超級齊全的 你需要的或者是你想要的孔位 通通都給你了 欸他這個SD卡卡槽插入的深度還是非常足夠 插得非常的深 不會像蘋果那樣SD卡突出來一整塊 這點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接著我想聊一下這台筆電的電池續航力 這陣子我使用的過程中很明顯感覺到 這是一台必須插著電使用的筆電 把它掉電源之後 除了它的效能會掉一階以外呢 就是它的續航力真的也不太行 光是剪輯10分鐘的Premiere 就會掉大概13%的電 那這樣子來回推的話 100%的電量大概最多 就是讓你剪輯一個小時多而已 那此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 這一台啊 它並不支援USB Type-C的PD快充 所以唯一的充電方法就是使用它特規的充電器 也就是你會完全離不開這個超大的變壓器的部分 那考量到這台光是機身就高達3公斤左右 那再搭配這個330瓦的變壓器1.1公斤 你整包帶起來不包含滑鼠鍵盤 就已經4.1公斤了 所以說我覺得這一台筆電你可能是要想像成 可能是一台可以移動的桌機才是會比較適合的 好然後最後來小聊一下這個外觀 我覺得以電器筆電來講呢 這是一個非常平衡的設計 因為它可以高調也可以低調 當你把RGB燈全開的時候 哇真的是帥到一個不行 那呼吸燈那個鍵盤的感覺真的很棒 但如果你把RGB燈全關的時候呢 整體就是非常的乾淨俐落 在外觀上我覺得他們算是取得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衡點 好啦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剛剛接觸到Intel就來了一台這麼猛的筆電 能夠順跑4K的遊戲真的是太爽了 而且我覺得這台筆電的角度已經更偏向桌機了 說實話我自己內心的想法是 它根本就是把桌機的效能硬生生塞到一個筆電裡面 超級誇張的 那比較適合這台筆電的人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需要一台移動桌機的那個族群 特別像是現在的Word from Home的需求這麼強大的情況下 這一台電腦呢就非常適合你移動到某個定人之後待一陣子 然後再移動到下一個地方再待一陣子這種狀況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也是今年第一部跟Intel的合作影片 我自己是滿期待接下來Intel其他系列的筆電開箱評測 所以說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千萬記得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就幫我點個喜歡 也記得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想小兒贊助這個頻道的話也可以成為我們的頻道會員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Ciao ciao 掰掰